小妹妹不到一岁在病床上慢慢復健 物理治疗师试着慢慢移动她转到背面 妈妈跟着物理治疗师的指示 在旁边学习妹妹的復健过程因为不太舒服 哭了做家长的看了好心疼 加义这名小baby家长指控保姆不当照顾 造成脑部受伤 整个人左半边是不能动的 然后眼睛手都像右边这样 喝奶因为她也都歪掉了 喝奶都一直漏奶 小女婴因为脑中有血块眼睛和手都一度往右歪 需要慢慢復健 妈妈控诉今年4月接到保姆电话 保姆说妈妈早上给的黑枣泥好像怪怪的 小孩吃了开始抽搐 妈妈赶紧带去医院 医生却说应该是脑部出状况 照脑断层发现是硬脑膜下出血 通常都是因为外力造成 但保姆反驳 没证据也不承认 小宝宝目前刚满一岁还在持续復健中 一步一步检查就跟我确认说就是外力没有 你告诉我真的没有很正常 真的很奇怪 那小孩子受伤到你是我们鼻子摸一摸自认倒霉吗 一岁小女婴好好送到保姆手上 却变成脑部受伤得复健 家长报警提告 社会局也要查 暂时停止媒介新的个案以外 那我们也加强激活 还好经过复健 小女婴进步快速 但还得观察是否有迟缓问题 证明保姆被停止媒介 对于家长指控也没有回应 家长只希望查出真相替孩子讨回公告 记者后果文 陈珊珊嘉义采访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